哈囉 你好 歡迎收看阿宅新聞網 給我們短短五分鐘 給你網路全世界 現在什麼都講只有 為這個字對不對 真實世界裡頭 大家封為型創業 還有為整形 那在虛擬網路世界中 到底最夯的是什麼呢 為電影 我們歡迎網路達人 王俊元 俊元哥 大家好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主題 就是剛剛他提到的 為電影 你一定聽過這個詞 現在為什麼 在網路上這麼夯呢 先來看看這一段影片找答案 跟我病房那個人 他填的資料是女性 而且這邊有他的照片 那個假資料和一裝照 來騙女人病房 這不是變態什麼 早說嘛 等一下我們就出同一間房 姐姐會照片 最後一個卡有沒有看到 裸背 俊元哥 阿宅真的賺到了 看到這個影片 就全部賺到了 是 為什麼這個為電影 聽說在網路上 構成很大的話題啊 為什麼 元素是什麼 這個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在想想看 阿宅最喜歡看什麼 第一個 看到美女的話 希望她突破尺度 整個裸背 楊丞琳裸背 這個一看到我不點下去 我都不行了 第二個呢 因為我沒有小豬帥 所以我希望看到小豬 被二整一下 然後這樣子二整小豬 被耍白要掌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這一定要看一下 是怎麼被甩的 有爆點 有衝突點 對 然後畫面夠精彩 對 OK 其實我們看到這部 微電影裡頭 也裡頭很多的元素 但是聽說它的製作費 微電影 其實它這個製作費 大概是在2000萬左右 因為它到澳洲 它到歐洲等等的地方 它去拍這些微電影 總共花了2000萬左右 可是我們要想喔 雅雅雅聽起來很多 但你想想看好萊塢的製作 隨便一部電影都是幾億美金 一元 是 用幾億美金來算的 那如果我們來看那個 一般素人在拍的話 其實幾千塊幾萬塊 大概就可以拍出一個 微電影出來了 所以其實製作成本非常低 但是就可以拍出一部 這個網路上現在最流行 最夯的微電影對不對 對 不過提到網路最流行 最近不是有個詞 淡定嗎 是 是 是 對 如果假設要拍一個 微電影 把淡定這個網路術語 把它融進去 應該要怎麼拍 有什麼原則 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快 狠 準 這三個字 要快 要狠 要準 如何快 如何狠 如何準呢 快的話就是因為 現在大家的想法都很多 如果你看到什麼 你想到什麼 你就趕快把它做出來 趕快做出來 對 然後狠的話最重要 不是那個很近的狠 而是很快的 很獨特的狠 最重要就是在很獨特 這三個字 就是你一定要最新 是沒有人用過的東西 你放在上面 才會有人想要來看 接下來這個例子 一定也要提了 來看看這個經典的微電影 她是室內設計師 有著小孩子的笑容 工作認真 指甲很乾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總是能跟上我的腳步 你幹嘛啊 剛剛看到那個吻心 都啾了一下對不對 那類似這樣 音樂愛情 微電影的故事 在網路上可是也是流傳 這個點閱率也非常高 到底它背後有什麼樣的元素 讓網友這麼瘋狂呢 像蕭曉軒的這個微電影 它其實在1月推出以來 第一天就有突破了 40萬的人吃在點閱 總共也累積了超過2000萬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大家很喜歡看美女啊 的一些不同的練習 譬如說像這個 她分了四個篇段 第一個她在講姐弟戀的一夜情 這個就已經夠勁爆了吧 對 第二個她還有老少戀 第三個居然還有一個女女戀 哇 女女戀 蕭曉軒去拍女女戀 那真的很 阿宅真的很難抗拒 這個點下去的那個慾望 對 我們有提到這麼多微電影 到底微電影跟傳統電影的 最大差別在哪裡啊 其實這個啊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三圍 三圍 一直 第一個圍是說它的微時間 因為它其實是在我們在行動 在那個通勤的時間在看的 所以其實它大概就是在半分鐘 到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對 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 對 所以第二個圍就是它的製作週期 我們剛才講的製作週期很微 一個禮拜就可以派出來 對… 那第三圍呢 第三圍啊 最重點是那個微預算 用三圍才能配出這個微電影 其實裡頭有很多的訣竅在裡頭 其實我們大家都看到網友 這樣瘋狂地傳閱這些微電影裡頭 真的很多的元素 像剛剛俊仁哥提到 有新奇的啦 精彩的啦 感動的啦 還有結合時令的 才能勾起網友的好奇 也希望你也喜歡我們今天的阿宅新聞網 如果任何有問題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臉書 第一時間留言做互動囉 拜拜 網路世界一把抓 新聞網路看中天 觀眾互動沒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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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劉雲秀 我是吳一潔 歡迎收看中天夜線新聞 歡迎收看中天夜線新聞